这是一次震惊考古界的事件 此次挖掘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唯独郭沫若不听劝阻 执意要挖掘明十三陵中的明定陵 明定陵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次有组织挖掘的黄陵 但明定陵的挖掘也成了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 更离奇的是 挖掘过后没多久 妻子和儿子相继自以而亡 这和此次挖掘黄陵有关吗 为什么郭沫若不顾他人反对 硬要挖开明定陵 他为什么会成为考古界的一大悲剧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跟着视频往下看 近来的小伙伴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关注 您的点赞关注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您的推荐 早在1955年 考古学家郭沫若 就已经向政府起草了一份 有关于挖掘明长陵的报告 但是因为那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的考古发掘技术不是很成熟 贸然对皇家陵墓挖掘 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此郭沫若的这份报告 一时间遭到考古界的反对 后来在郭沫若的一再请求下 他的报告竟然奇迹般的被通过了 这个消息让郭沫若欣喜若狂 恨不得马上去皇陵开挖 过了没多久 郭沫若就带着考古团队 前去十三陵实地勘察 此次的发掘工作没有公开 而是秘密进行的 起初郭沫若的挖掘计划 是先挖开明长陵 因为明长陵是明十三陵之首 是明成祖朱棣的皇陵 而且也是十三陵之中 规模最大的一个皇陵 然而刚开始对明长陵的挖掘 并不是很顺利 挖了一个多星期 连明长陵的墓门都没有找到 考古团队十分的懊恼 最后经过商量决定 放弃明长陵的挖掘 转战与明长陵不远的明定陵 随着考古队的到来 明定陵的噩梦正是开始了 明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朱以军的皇陵 朱以军在位时的年号是万里年 所以也可以称他为是万里皇帝 这不挖掘还好 一开挖便成了考古界上 损失最严重的事件 经过考古队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明定陵的地宫入口 由于当时的挖掘技术 缺少经验和技术 随着地宫门的开启 由于定陵的地宫 长期处于低氧状态 所以墓室里面的文物 接触空气 就会被瞬间氧化和破坏 随之而来的 就是各种珍贵字画 丝织品 轻可见 灰飞烟命 这无疑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 重大损失 即使发生了这种严重的事故 也似乎不能阻挡 郭沫若继续挖掘的决心 在郭沫若的带领下 考古队员们 继续往地宫的最深处走去 后来的一位考古人员 向我们透露 地宫里面的环境 实在是太接近了 近得有点甚人 就如同在地狱里一般 仿佛还有奇怪的人影在走动 监视着考古人员的一举一动 考古队员们 决定先把地宫门打开 让外面的空气流通到皇陵内 地宫大门打开了几天后 考古队就正式对万里年皇帝的墓室 展开了考古工作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人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了 中国古代皇帝 林墓内部的真实情况 明定连的宫殿 一共有前殿 中殿和后殿三个宫殿 考古队最先进入的就是前殿 在地面上发现了很多的木板 这些木板大多已经腐烂不堪 原来这些木板 是用来避免棺材压坏地面的地板 考古队员们从前殿到达终点 发现终点中的座椅 从黑暗中呈现在人们面前 显得格外耀眼 这些座椅全部都是用白玉石雕雕壳而成 座椅上还刻有龙的图案 它们象征着 木主人生前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在地宫的左右 还发现了两个配点 这猛一看就是仿造紫禁城中 供妃子们居住的地方 东西六宫 按照明朝的临寝制度 这里应该是给妃子们陪葬的墓室 看着空荡荡的官床 这里显然没有被使用过 考古队在黑暗中慢慢地摸索前行 最后终于在地宫的最深处找到了后殿 后殿的样式也是按照紫禁城皇宫打造而成 这就相当于皇帝的寝宫 在挖掘定陵之前 其实人们已经知道 定陵里面是万历皇帝的皇陵 地宫里面之所以有三口官谷 因为还有两个皇后和万历年一起合葬于此 也印证了文信的记载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 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当时因为经过深重的考虑 决定还是先不要打开万历皇帝的官国 因为官谷的旁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陪葬品 而且装陪葬品的木箱子几乎已经腐烂 虽然这些陪葬品已经暴露在外面 但是经过三百多年的时间 很多的器皿都还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似乎在炫耀着自己终于可以重返天日了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官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 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后 考古专家决定尝试打开官国 只要官国一打开 就立即展开对官国内的陪葬品进行逐层的清理 官国内的陪葬品数量很多 考古专家们足足清理了11层 才找到万历皇帝的尸体 经过三百年的时间 尸体已经完全腐烂 最后只剩下干枯的骨架 此次的明定灵也成为了中国考古界 有史以来唯一一次挖掘的皇帝陵墓 经过考古人员的努力 地宫里的文物被整理了出去 当时还没有完全整理完成的情况下 地宫里面就已经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 其中有少量的祭祀用的器具 出土的文物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皇帝和皇后们 生前所用的生活用品 这些奇珍异宝之所以能够成为 皇帝死后的陪葬品 主要还是为了死后可以继续享用 这种奢民的生活 让人遗憾的是 明定殿的挖掘也成了考古界的一大悲剧 因为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那个时候的考古技术 与文物保护措施不是很先进 墓里的文物虽然可以顺利出土 但是在文物的保护方面 还是很欠缺的 就这次的明定灵里面 万历皇帝和皇后的遗骸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 所以定灵以后 也再也不允许挖掘皇陵了 定灵的挖掘也给了考古界一个教训 在挖掘墓穴之前 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应对措施 那么此次定灵挖掘 到底损失了多少文物呢 从入口到墓室 考古人员完全被墓室里的 金碧辉煌给震慑到了 无数的名画 绸缎 瓷器 几乎摆满了整个墓室 欣喜之后就开始整理墓室里的文物 他们很快发现 有的文物竟然可以自己融化 手一触碰就变成了灰烬 万历皇帝的龙袍 刚出土的时候光星亮丽 如同做好的新龙袍一样 可是还没等考古人员把他带出去 就已经开始腐烂了 郭沫若经历了上一次定灵墓的教训还不够 还想带着考古团队去挖掘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灵墓 当时我们的周总理也是一口挥掘 因为定灵的挖掘给我们带来了太大的损失 可是 郭沫若为什么一直想要挖掘皇陵呢 郭沫若是我国的考古学家 其次 他还是一位文学家 对文学的研究也是很痴迷 在文学上面著作了多本书籍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中国的很多文物都流逝到了国外 郭沫若就觉得非常惋惜 因为他在考古方面很感兴趣 所以就认为 只有从这些皇陵中挖掘出的文物 尸体才能有新的发现 甚至还扬言到 要把全国的皇陵挖掘一遍 郭沫若本身投入到考古领域并没有错 错就错在他使用的方法不正确 皇陵中的各种珍贵的文物 使他完全迷失了自我 为什么郭沫若这么热衷于挖掘民营呢 相传 朱元璋的主帅郭子兴 在朱元璋的一次削藩中 被残忍杀害 恰巧郭沫若又是郭子兴的子孙后代 他是否靠这种挖掘民营的做法 来弥补他对朱元璋的怨恨 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二 挖掘皇陵之后 没过几年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的妻子和一个年轻的儿子 也是先后自以身亡 这也引起了后人的强烈讨论 难道万历皇帝 真的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监视着自己的皇陵 世界上真的存在阴间吗 我们也不好下定论 也许真的存在某一种神秘的力量 不过这些都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 好了 本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一下小编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